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这个地区检察官布拉格他对这件事情态度来讲 其实都是这个方向 因为其实他不往下走这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 那代表了川普本身的在某种程度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圈就画圆了 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圈 说句信的话比较完美的一圈 我们刚说完 大家的节目刚看完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了 五点钟了 其实都到今天晚 我现在做节目很晚了 应该是五点多到六点多 结果呢 曼哈顿的 这个曼哈顿地区的大陪审团宣布 起诉川普 而之前所拿出来的所有内容 包括媒体所知道的内容 大陪审团昨天不开会 星期一开会了 没有讨论川普的事情 那星期四开会 今天开会 也不会讨论川普的事情 是其他事情 基本上都这么说的 结果弄了一个虚张声势 弄了虚张声势呢 他会促成了再次促成这种媒体的效应 所以现在几乎媒体所有的内容 只有川普被起诉 川普被起诉 这就是一个就这么一个标题 那川普被起诉就成为了一种完全爆炸式的 就既有预知又是爆炸性的故事 我个人依然把它看成是一种突发的故事 就是他们在内部出现的正式也好 怎么样也好 就变成了一种 说句新的话 变成了意义不大 他的意义不大的原因 就是以结果论 以现在的结果而定论 因为他已经正式文件出来了 那这个地区检察官的办公室的正式文件 没有出来 但是大陪审团的意见书 投票的意见结果出来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新闻 就全是这样的新闻 川普被起诉 没有任何其他故事 那川普被 他的文章内容就比较简单 涉及到内容也比较简单 诸多媒体就形容了当初 2016年2015年 当时那个女人的case 其实那个女人case 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自己也承认 跟川普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他讲说跟川普只是表面上 就跟遇到其他的人一样 就表面上有这么点 就是这么一来一往 仅此而已 到后来突然有一天 他说他跟川普睡过一次脚 睡过一次脚 而且呢 睡觉讲过的意思 就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这是后来说的 中间间隔了多长 几个月几个月 骤然出现的改变 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 很多人在讨论这样的细节 那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细节就没有意义了 而我个人比较看重 就是说 看来一切都是实锤了 就实锤的意思就 反正你不死 他得死 那他要不死 你得死 反正得死一方 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 缓冲于地 没有任何我们节目中也讲过了 这个case的本身 一旦这么做下去的话 就是只有死人了 没有 我看不到任何中间缓冲的故事 因为该表现都表现了 该表达都表达了 那该有的这种媒体效应也都有了 烘托的一切都有了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完全 完全一种公开的 完全一种敞开的 完全一种没有任何遮掩的做法 那当然人家是表现法律的角度 是这么表现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 那具体的时间他会在下个星期 就是他要向川普的律师船队发出他的时间表 那他今天下午大概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他已经向川普的律师船队 表达了这种起诉的意愿 说法 而且呢 希望川普能够按照他的时间表 届时会来到纽约投降 来到纽约投降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要抗拒法庭 不要抗拒法院 因为执法的一切是法院来执行的 他要走那个法律程序 那他如果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话 他会不会去戴手铐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画压是肯定的 照相是肯定的 那美国特勤局应该说 在他这样的声明之后 美国特勤局应该跟相应的 纽约州和美国的FBI 以及纽约市的警察 已经相互有所沟通 那对川普所执法内容呢 应该来自于特勤局 在他自己也认为 应该来自于特勤局 那如果来自于特勤局的话 特勤局是保护美国总统 然后再给美国总统戴上手铐 不好不好不好 就这怎么玩这个事 这游戏怎么玩不知道 我只能说不知道 那就说一切都在创造全新的历史 而美国的社会 美国的今天的环境呢 是完全你可以看到美元的地位 你可以看到人民币的地位 你可以看到美国 就欧美社会在有关货币问题上 那种极度的转向 是非常可怕的 全都转向在数字货币本身上 结果跟川普写过一本书 那个那叫什么爸爸 快乐的爸爸 明确讲说 如果如果这个中央银行都转向金融货币 这个数字货币的话 那世界一定全满的 那因为转向世界货币 而不是黄金 这是与神对立 我跟你讲 就是与神完全对立 而今天中央银行的控制人 今天华尔街的人 其实都在展现出与神对立的一面 那包括对川普的迫害 同样 所以这是走到了一个完全对立的场面 细节没什么了 所以他就等着川普去自己投降 只能这么说 等着川普去投降 跟大家分享一下川普的声明 川普发表了一个声明 声明的就是 这是他自己表达了 这里讲就是川普肯定 要他这儿讲说 预计到 预计在下周向检察官办公室自首 就是他自己会到那里去了 就这么讲了 啊 先跟大家分享川普的律师的反应了 因为这是跟他相关的了 但这里也没有兴趣 所以它就会有了 所以大家看到川普是 对这个 对这儿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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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川普发了一个 就是刚才发表了一个视频 我们就解释一个视频的内容了 这是川普自己的反应 那川普曾经还写了一个声明 那因为整个共和党的共和党 完全被激起来 我一会儿简单跟他就捋这么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呢 就美国会处于完全的分裂之中 它代表是这个意思 那川普在他的视频当中 坚称的一切都是自己是无辜的 对一直以来最喜欢 人们最喜欢的总统的 四次极其可怕的攻击 这是一种延伸的过程 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厌恶的猎物行动 猎物行动就是他其实把这个做法成为女巫的做法 那女巫的做法在正统的美国传统的这种意识形态当中 传统的宗教概念当中其实就是邪恶的 他谈到了布拉格 那可以操控的是源自于封口费 源自于这些内容 然后就谈到他谈到穆勒的说法 说当初穆勒就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 那乌克兰乌克兰乌克兰 结果穆勒的骗局就永远的持续下去 那这样的故事本身就这个故事本身跟当初穆勒的故事 有着极其类似的故事 没有结果我们都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结果 然后川普就提到了海湖对海湖庄园的袭击 对其机密材料的所谓的相关的如何如何 就是还谈到了佐治亚州对川普的那种称告 那种误告 也就是说川普罗列了目前尚存的四个案子 尚存四个案 这是第四个对他的侮辱 那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对美国现任总统和前任总统 以这样的方式都是以国家法律的名义 而这国家法律名义既来自于联邦机构 司法部又连来自于州机构 还甚至连来自于地方 美国的敌人不顾一切的阻止我们 他们知道我是唯一要能够阻止他们的人 他们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从民意的调查可以很清楚 而且他们自己也很清楚 我们必须战胜 我们必须赢下第三次 这是川普在声明当中所讲述的 他预计将在潜在起司中可能会被抓捕 所以这是在我用了 只是用了福克斯新闻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陈述 陈述引用了川普的内容 去表达这个看法 所以川普相信今天晚上 他同样会讲 可能会讲很多的话 但是在真相 但是在这个真相社会当中呢 他更多的是 转就转载了其他人的一些说法 转载了其他人的说法 请不 感谢观看